好 那主播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吧 主播呢就是给大家直播 我在线撩妹搭讪小姐姐的 主播能现场示范一下吗 可以啊 你给我刷个大礼物 马上给你 马上给你做示范 观众赠送的虚拟礼物 是主播主要的收入来源 刷个小礼物哈 我等会我睁开眼睛 我要看到礼物 我要看到我就这样 好 我要来了 三 二 哎呦 还真那口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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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一些主播会无限制讨好观众 甚至不惜突破某些底线 只要你给我刷大礼物 你要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你 你要看我就给你看 我边上只有一个小姐姐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边上就有一个小姐姐 看到了吗 刷个礼物再给你看 不仅如此 只要刷礼物 还可以强行搭讪 哎 小姐姐 你有男朋友吗 你能不能给我远一点 没关系 我觉得和你来 一起做个直播嘛 我不认识你 我可以做你男朋友吗 不可以 我可以要一个你的微信号码 我不认识你 没关系嘛 是吗 我们就一起做个直播而已嘛 立刻就把眼镜戴上了 他必须要看清楚现场发生了什么 立刻就把眼镜戴上了 他一直在关注着 换了一个能够看得更全面的角度 你能不能不要怕了 刚拍的全部都是闪掉了吗 这只是一个直播而已嘛 现在年轻人不都直播嘛 你不要再拍我了 没事了 我们一起直播一下嘛 见男演员还有纠缠 两位男士也不客气了 坐这吧 你走你什么 谁还敢拿着你 你不要 你不要动手 我一朋友坐在警察 你不要动手 你不要动手 你手不要动他 他要走 他要留在这 他要走就走 两位男士对男演员 语气强硬 但没想到 他们对女演员 好像更严厉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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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再动了 再动我要 我要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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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被你开玩笑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一起去问问吧 两位你们好 两位你们好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的 什么意思啊 广东卫视一档节目 刚才您看到这位 还有一位女生 都是我们的演员 不好意思 刚才打扰你们用谈了 太好了 谢谢你们啊 刚才 刚才你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你们当什么态度 觉得蠢分度啊 这样子搞 毕竟报警呢 刚才用短信报警呢 已经用短信报警了 对啊 抓你们了 三楼叠戀花吗 您点短信报警了 谢谢您 谢谢您觉得这个行为 有必要上升到报警的程度 肯定要的啊 因为怕他万一失控了这个人 那肯定有我这个以欢万一不好意思啊 女演员也演得太真了 太真了 我是做影视的 到时候你们的演员可以 可以加微信 您做影视是做哪一块 做电影电视网剧 对那个 战狼是我们做的 战狼一战狼二都是我们 您对直播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直播也还是要尊心一定的底线吧 不能无底线的去直播 不能影响别人吧 你自己怎么嗨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吧 什么东西都是双刃的 要看他两面性 可是那个女孩你们也不认识 为什么要保护 可能还是有点 就是说 这个社会还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还是要勇敢站出来才行 不然的话这个社会就 可能大家都不管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 就是说 比较不好的这么一个结果 你们会看主播吗 有时候我也会 喜欢关注什么内容 喜欢看美女 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个关注 关注主播不迷路 来看一下 我看见你之后 我就不想当善悲的女生了 因为我觉得你就最好看 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号码 我不敢进取 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好吗 没事了 说了不感兴趣 不要拍了 没事的 角落的这个男生 忽然坐到了女演员身边 在女孩和这个讨厌的主播之间 隔了一道屏障 哎呀 没事了 我们就一起做个直播嘛 主要是粉丝就是在你上 那我就好看 想跟你互动一下 没事了 小姐姐 哎呦 他认识你吗 不认识啊 你认识他吗 麻烦你坐回那边好了 其实我主要就是做一个直播 我不管你做的直播 人家认识不愿意先 不愿意先 你愿意吗 人家不愿意 就是不愿意才有挑战性嘛 就是不愿意才有挑战性嘛 你这回怂了下回我就不看你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刷礼物 第一 你这个搭讪能不能成功 第二 我还想看 如果你不成功 我也想看你怎么让人撅回来 这是两个方面的 所以我刷一礼物 怂恿你去搭讪 我要看好戏 但是如果说对方这样 你就不礼物 这件事就没下文了 我下回才不会再看你的直播 也就是说 我就是要看没下线的东西 越没下线越好 你总得让我看见个结尾吧 你不能坐在这儿就一言不发就算了 那不行 某些主播为了礼物 不断挑战底线 而男生则拿出了男演员 绝对不敢挑战的理由 你挑战是吧 我已经拿了人家礼物了 就想跟他聊个天而已 在啥 这是直接剥了那三个数吗 你不用报警这么夸张 我只是想跟他聊一聊而已嘛 坐下 马上 等一下 我再拨第二遍 其实不至于 我就是做一个跟陌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人家不停愿 不好意思 你就是说让我抱他一下就可以了 男生的手一直拦着 并且充满了警惕 麻烦你回到那边好吗 没事的啦 麻烦你回到那边好吗 马上回来 然后男生开始寻求店家的介入 当然 店员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但是 他会模拟店家正常反应 你们有顾客被人操劳 因为他有这样 是认识的 那现在 证明了 他活着 你们怎么做 没有那么严重吧 这个不是严重严重的 我们只是做一个直播 我们只是互动一下 你直播可以到那边 你自己直播你自己的 直播是合法的呀 你合法归合法 你骚我人家是不合法的 因为是店内发生的事件 所以在男生要求之后 店家会维持秩序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觉得 这会可能影响到大家 如果说有 我们想下去 影响到了 如果你 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 你就属于轻化的别人 消消权 可现在拍直播都是这样子啊 那是经过别人同意的吗 别人没同意 从店家的介入 到顾客的发声 因为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 你就属于轻化的别人 消消消一下 再到那个 差点拨通的110电话 麻烦你坐回那边好不好 一切 就像是逐渐扩大的涟漪 而这 就是 涟漪的原心 哈喽 先生 您好 咱们是感动力士 您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我看到您说要报警 对 我已经拨了 你觉得这个事情有上升到那么严重的 可以的 如果他刚刚也 一定有 动手动脚的行为 可以报警 这属于一个 骚扰 但是害不害怕 有一点点吧 有点 肯定 但是你就是害怕 打一下 就是打比方 你真的不难 今天出了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回去 也过意不去 你自己都 交不了自己那一关吧 你是能出什么事呢 只是直播而已 大家都看着 网上的网络 都在看着 不一定的 这些真的 有时间你对人家的心理上的创伤 大过你身体 因为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 有很多这种搭讪 搭讪的这种直播 你有了解吗 你有看到过 有看到过 然后你当时的 你同意我搭讪 特地交朋友的话 倒无所谓 如果我很抗拒 你不可以强迫我 你强迫我都已经侵犯了 如果你直播平台都不 不管这个的话 你肯定是助长这个风气了 你现在人间都应该 是不是嫌强 谁也会看看主播 你现在会干吗 我很少 你很少 对 娱乐一下 你可以刷刷网络什么 心态调好 该工作还是要工作 必定要张嘴吃饭了嘛 也很谢谢你 你刚才帮助了他 谢谢你 您做得很好 谢谢 在店内的二楼 布置好隐藏摄像机后 我们的观察 再次开始 自从刚刚看到你 我就不想搭上边了 因为我觉得你就最好看 谢谢 我不想认识你 我就想陪一个人在这做的 没关系啦 我们一起聊一聊嘛 没事的啦 你看 你看粉丝看一下 喜欢吗 喜欢的刷一个小爱心 好不好 你看我的粉丝都挺喜欢你的 没事啦 人家不愿意 你不要玩 你有病吧 为什么要跟你直播啊 我只是想 这些礼物关在什么事啊 这是节目组第一次来到佛山 这里的正义感让人惊讶 你有病吧 为什么要跟你直播啊 像我现在做的这个直播主题 就是和目前拥抱 像我今天已经和很多人 都可以拥抱过了 你这愿意呢 才叫拥抱啊 不愿意呢 叫做拥抱呢 这博山女孩太直接了 被两个女生 笑成了流氓后 我们的男女人 还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 没关系啦 你看你坐这么远了 我们坐近一点 没关系啦 你家不认识 你就不要去撒人家 没事 我就是做一个直播嘛 就是喜欢跟陌生人 沟通一下 交个朋友 这小姐姐都说 不认识你就不要去笑人家 我 可是我的主题 就是跟陌生人聊天 跟大家交个朋友 这小姐姐已经说 不认识你就叫你别拍了 因为声音师 不会动手动一下 因为这屏幕太小 我们两个人录不进去嘛 我跟你一样 大家都同啊 她也是主播 一个神词的话 希望不要去抓一个女孩子 主题是 跟陌生人聊天 我们平时在外面 跟陌生人也是打算聊天的 但是陌生人 他们有个人的意愿 作为同行的她 教育了男演员 然后 他们护着女演员离开了 而更加热血的情况 则发生在这一次 当男演员直播骚扰女孩 说过来一点嘛 没事的 你们刷个小礼物好不好 我天天小姐姐都刷 看着小姐姐一个人挺无聊的嘛 这一条不无聊 你男人一边你直播 你才跟他们跟人家直播 不是说你要直播就直播 你用别人的不开心来换你的礼物 就不好吧 至此大家还在以礼服人 但当男演员还有纠缠时 没关系啦 这有什么嘛 是一个好朋友嘛 就 如果这种驱赶还不够霸气 那么大家看看这次 而当我们上前采访 勇敢的人们说的 却都很简单 我看你整个动作很凉费 那因为我当过兵吗 建议勇为的还是很多 我想 因为在旁边有很多心灾的感觉 我觉得哪里的人都会脏 两位 你们好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们是广东卫视 我们当时面对男演员的时候 你们害不害怕 两个女生 我害怕 我害怕 万一他就是这样把你们也拨出去 然后再打他 我刚其实听到你说了一句话 声势不会这么做的 之前在外地会遇到过这种问题 当时我也是拉开了那个蓝的手 那个直播也是一个撩妹的一个情况的直播 他刚开始没什么 就是后面开始有点动手动脚就开始 就很反感 像我们男生这一种 然后不会看到一个这样的同行的话 就是这样拽着一个女孩子会很不好 看你一个人在这里这么孤单 我过来陪你聊聊天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看 这是手心 这是手背 但你是我的宝贝 我觉得这个梗 我可以用一年 那我们坐近一点吧 你看屏幕都看不下我们了 做个直播而已 没事了 我不认识你 能不能不要碰我 当男演员逐渐靠近 男生们收敛了笑容 我觉得你这裙子挺漂亮的 没人住过来的 过来吧 其实没关系 不良 不良 不要紧好不好 你去大街上吗 不要这样 但你说是你的主播 好点忙 说法人不想你聊天 行不 没关系的 不要乱了 不要乱了 你不要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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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别人觉得有关系 懂不懂 别人不想你不要逼别人 你去一厢情愿你 男生们的正义 有一种理性的风促感 别人觉得有关系 不是 我就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 我特别喜欢他这种类型的 很好看的东西 你也要乱了 很好看的东西 你也要乱了 不是你的东西 你不要乱了 你看我粉色双礼物 你看都说想看 想跟他聊聊天 你粉色跟我乱了 他们虽然一直很理性 不过 可也别小看了少年的热血 哎呀 没事了 中华有消产权这个东西 你再拍过来试一下 你再拍过来试一下 不要乱拍 没事 抱一下 我等等给你砸下去 你不试一下 哎呀 没事 等等给你砸下去 你不试一下 哎呀 没事的 我们是做个直播嘛 是不是 距离到这边的直播啊 我们是 拨一下 拨一下 并回到你会怎么做 今天我们关注 直播乱象 上节中 几个佛生少年 对低俗直播已有行动 拨打有消产权这个东西 你再拍过来试一下 你再拍过来试一下 不要乱拍 没事 抱一下 他给你砸下去 你不试一下 我觉得我们男演员 有点危险 我给你砸下去 你不试一下 哎呀 没事的 我们说我们直播嘛 是不是 去其他地方不直播吧 我们更险 四个人了 四个人了 而且都是血气方刚的少天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就是我们栏目 其实并不富裕 打一拳这算工伤啊 这不会像个人的方法 我就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 我特别喜欢他这种类型的 你坐在这里喝可以 但是你不要杀我 我们的媳妇 行行行 那我还可以拨他吗 不行 不行 你再偷开我可以报警 这么危险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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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地驱赶男演员后 这个男生忽然离开了 再回来时 手上多了两杯奶茶 不用碗点了 谢谢 小姐姐 你等我去哪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我有车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方便聊一会儿吗 刚才您看到的一个 这位女生 还有刚才直播的那位男生 都是我们的演员 不好意思 是吧 对 忍不了 他年纪太流迹了 来 我们到楼上聊一会儿好吗 原来英雄的本色也会害羞啊 你这套节目了吗 你这套节目了吗 你感觉你的笑话很像 你接我的笑什么呢 你也不认为那种帮助吗 对别人一种帮助啊 如果我们不救 不帮他的话 可能他会出事 我看到你在里面的性格 是最爆炼的 上头 就是我忍不了 这种太过分的就不行了 谢谢 谢谢啊 就会演得很 这个眼镜很合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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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